碳排放ECF你自己又會有什麼推介? 比較大陸的應該是KRBN 它有掩蓋了歐洲和美國的碳權 如果你去選擇一個地方 選擇歐洲碳權就好過選擇美國 因為歐洲的國家對於減碳 或者整個綠色能源方面是比較實行 更大力的推動 一些企業對於碳權的需求是大 交投也活躍一點 開始強勢很多那邊的碳價 KRBN裡面有美國和歐洲 它的公司還推出了一些新的產品 一隻就是歐洲,一隻就是美國 如果你直接想專注於歐洲 你可以選擇歐洲那隻 另外還有一些是ETN 但是ETF相對上就比較 通常大家會傾向選擇ETF 結構就沒有那麼複雜 歐洲的ETF就是KEUA 是嗎? 是的 是的 你可以看看 如果相比歐洲和美國那兩隻 其實那個差別都很大的 增長 這兩隻都是新出的 但是如果你論到增長 那都是歐洲那邊跑贏 因為始終都是那邊的市場 那個價錢會做得更好 另外有一隻ETN就是GRN 相對來說 如果這幾隻可以選擇 我會選KRBN 歐洲、美國都有 甚至只想買歐洲 這樣就可以選KEUA 這些是新出的 它們都是追蹤著指數 相對不會說新出 那些交投量 因為都是跟著指數 攤牌放ETF 其實這個就是順應著全球的國策 就算你說 內地的電力股份 都會有一個概念 都是一個一脈相承的概念 就是一個全球都在 國家競爭著去減碳的 整個想去轉向新能源 上次應該都說過 某程度上那個禁惡性的通脹 都跟它們要想把整個發電 或者整個能源那邊 轉向新能源 以至無法涵接 有關 因為它的政策 就不理一些現有的 譬如包括油 或者煤炭 這些傳統能源的企業 變成那些企業 根本就不想跟你增產 增產完之後 你都預期到長遠的需求 未必就是這麼強勁 它現在增產完 其實對它不是好事 就變成現在這樣的情況 所以如果你想看這邊 中資的就可以看電力股份 它們其實都有很多 是有賣碳排放的 另外就是 如果是剛才的碳排放 ETF KRBN 還有它是專門做歐洲坦權 那隻都可以等它 等它先下來 這幾天真的挺直線上升 這幾天 是 等下先 是 好 就是 就是 另一邊 是 awson 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